大家好,我们养花了很多花油啊,都是喜欢用无机肥 但是无机肥呢,它里面主含有这个蛋铃甲这三种元素 其他这个微量元素是不含有的 但是如果植物啊,养护过程中缺乏了微量元素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黄叶啊,生长不良啊,不开花等各种各样问题 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给它补充微量元素 所以呢,我前几天就去网上买了一盒这个微量元素的这个肥料 那么今天我们来开箱看一下 它里面呢,有一个小粮杯 然后呢,这个包装还是蛮严实的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这个呢,是氨基酸液面肥 它里面呢,是含有三十多种这个微量元素 基本上呢,植物所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 它全部都具备了 那么我们如何使用这一个氨基酸液面肥呢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最好就是采取喷叶或者是灌根的形式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,大概稀释一千倍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是直接用于这些花卉的话呢 就建议大家20天到25天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为这个植物了补充足够的这个微量元素来促进它的生长 所以呢,我们在养花卉的过程中呢 如果大家纯粹是使用化肥的话呢 就建议大家可以买一瓶这种氨基酸液面肥 来给这个植物进行喷洒 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促进这个植物的生长了 好了,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